庄穷被柳如烟包养了三年 毕业就跑路 圈子里都传风了 金城之花翻遍全是就为了找个小奶狗 她喝的烂醉时 我正在宴会上大胆八卦 不是那几个恋爱脑啊 话刚出口 周围一片寂静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 柳如烟脸色铁青走来 我想走她却紧紧捏着我的手 红了眼眶 对我是恋爱脑 所以怎么办 这回换你来包养我 靠金城之花 分级不走 第一步庄穷 第二步让金城之花包养我 距离毕业联姻还有三年 在那之前 我打算先找个理想型玩一玩 包养柳如烟是不可能的 直接追她又不稀罕 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 我选择直接被包养 于是我每天蹲手在她宿舍楼下 抱着大腿求包养 姐求你了 姐包一下吧 没错我就是这么卑微 和那些平平无奇的追人战术不同 我很快就得到了柳如烟的特殊关注 你有病吧 面对兄弟们的调侃 她忍无可忍 你干什么不好 非要干这个 半上 她开口道 那为什么找我 我低头嫩嫩 我什么都不懂 是伯哥跟我说 你有钱 她把外套放下 扭头揍了马东梅一顿 马东梅鼻青脸肿 躺着给我比了个中指 废物公子哥一个 正在停卡期 听说做我的间谍有钱拿 屁颠屁颠就来了 计划顺利进行 柳如烟甩给我一打钱 包养可以 兼考到专业第一 真不愧是金城姐 竟想劝我从良 但天将将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我努力了一学期 终于挤进前五边缘 乐甸甸拿着成绩单 找到柳如烟 她倾可两声 不错这是你的奖励 一张银行卡递过来 我心潮澎湃 终于终于 皇天不负有心愿 那之后 每个月卡里都会打进六位数 可却迟迟不见人 我捏着卡 再次堵在宿舍楼下 我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一向高冷的脸上 多了些不自然 没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努力学习 这钱 就当是我的资助 以后有什么困难 就来找我 资助 资助 我拼死学了那么久 现在只能看不能吃 你这样很亏 钱花了 什么也得不到 我语重心长 试图扶正她歪掉的念头 可柳如烟表情淡漠 反过来让我好好学习 不要被利于熏心 坚持自己 这回可亏大发了 我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 差点憋死 最后捏着嗓子挤出一句话 你这样 我学习没动力啊 让我摸一下 我罪恶的小手 伸向柳如烟的山峰 按住我作乱的手 严肃的表情出现一丝裂合 你学习的动力就是山峰 是让我撅起嘴 可怜巴巴 你以为我是那种 见钱眼开的人 其实我缠着你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喜欢你 柳如烟眼洁微颤 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别人钱给的再多 我也不要 我只要你的钱 只想摸你的山峰鸡 这话好像刺激到她了 阿寥开一脚 那摸把柳如烟闭上眼 没看见我秒变猥琐的表情 面对这种珍贵时刻 我双手并用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直到她忍无可忍压下我的手 才有所收敛 柳如烟原本白皙的脸色有些嘲红 不惜家中行了吧 她就跟被流氓当街轻薄的少府一样 抖着手系上扣子 记住你说的话 不许对别人这样 我点点头 眼神期待 摸都摸了 能不能再来个法式舌吻 柳如烟反应过来 狠瞪我一眼 桃也湿的走了 第二天 我朝马东没打探敌情 她说昨晚柳如烟一直在喝酒 边喝边叨叨 她说 到底是谁包养谁啊 第二天 我为了加学分 去食堂做志愿者 给同学打饭的时候 刚好遇见柳如烟 她盯着满头大汗的我好一会儿 眼神又转到我去厨房 帮忙使手臂不小心烫的伤疤上 我端得手都酸了 挤出一个惨淡的微笑 同学 你要什么菜 她沉默了一会儿 打包了两份饭 食堂打工真的累 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好不容易结束工作 我柔柔酸痛的肩膀 只剩下零零星星几道菜了 将就吃吧 我端着饭盆鬼鬼祟祟去拿汤 意外看见柳如烟还坐在原地 食堂里空无一人 马上就要打烊 她吃了这么长时间 我远远走过去 她把饭盒一弹 吃吧 有点凉了 我刚刚拿过去热了一下 原来第二份饭是给我打的 我有些感动 这金主当得挺够格 还亲自打饭 鸡腿 炒肉 排骨 都是贵的荤菜 今天是真的累了 来不及寒暄 我就开始埋头苦吃 柳如烟转着手上的钥匙链 盯着我一直没说话 吃到一半 我终于缓过来点镜 你不是说 把她丢了吗 那是我死缠烂打时 塞给她的钥匙链 她说 不要再来了 回扔了她 现在怎么还盘起来了 柳如烟僵了一下 将钥匙链塞进口袋 陈寅再三 还是开口 一个月十万 不够花 啊我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她以为我来食堂打零工了 于是我顺势演起来 可怜巴巴一撇嘴 我弟弟脑瘫严重 想给她赚点钱治病 柳如烟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 一只手无意识地在桌子上一点一点 那手修长有力 白皙粉嫩 我一时之间看直了眼 她很有耐心地等我吃完饭 又把我拽去了医务室 烫伤的部位被抹了药 柳如烟拿着冰盖贴紧 持续降温 我揪起她的手 如鸡四可 姐给我摸摸呗 她的表情从疑惑转为失效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 上次是我一时昏了头 这次可不会轻易被骗 哎呀 被看破了 还好有杀手锏 我眼里蓄起泪水 我从来没谈过恋爱 没摸过女人的手 虽然一直在努力工作赚钱 但偶尔也想感受一下 有人陪伴的温暖 我知道你嫌弃我 宁可花钱买清净也不想碰我 情到浓时 我摸摸眼泪 但我也想感受一次家的温暖 半天没声音 我偷偷抬头看柳如烟的反应 她第一次露出无措慌弯的表情 抬起手似乎想给我擦眼泪 最后干脆把手塞进我手里 食指向扣 我看似感动 实则一直不安分地在摸索 哎呀 细皮嫩肉的 还有抱起的青筋 真性感 柳如烟侧过头 只给我露出一只泛着红的耳朵 你想组建家庭 我出神地摸着手 没怎么听清就敷衍到 是啊是啊 她回扣住我的手 轻轻抹扎着手腕 语气也轻轻的 那我等你 等你成熟了一点 我会给你想要的 我以为这只是个开始 没想到是巅峰 此后三年 柳如烟对我推臂三舍 百般推辞 我还想出了一条妙计 装作被摄友赶出 没地方住 她当即在学校附近 给我买了套房 就在我想着 这下可以为所欲为了 的时候 她把钥匙一扔 再也没踏进来过 这下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货不是忍者 就是不行 三年青春喂了狗 我肠子都毁清了 于是一毕业 我就收拾东西跑路了 哥不跟你玩了 哥要回归豪门去联姻了 临走前 我还给柳如烟留了张纸条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还不够成熟 所以世界那么大 我要去看看 这些年来 她给我的钱一份没动 都在卡里 放下卡的一瞬 就仿佛放下了自己的青春 这辈子 应该不会和她再见面了 结果没过几个月 我就听见了自己的八卦 听说柳家小姐疯了 为了大学包养的金丝去 把全市都翻了个遍 老爷子气死了 郑家法处置呢 我端着酒杯凑近 两只耳朵竖起来 三年碰都没碰过的 护得好好的 婚戒都准备好了 等着毕业就结婚了 嘖嘖嘖 拜金男性真狠 我惊异万分 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事 不是那几个恋爱脑了 豪门圈里搞纯爱 这不是上赶着遭罪吗 一旁的八卦男见到童人 眼睛放光 是啊 这样的恋爱脑 还是头一个劲 我摇摇头 表示不愤 不过柳家的小姐是哪位 怎么没听说过 你不知道 他神秘兮兮的凑近 那也正常 他不怎么露面 这次事情闹大了才亮相 那长相 别人包养他还差不多 身材也就好 听说叫 柳如烟 我一个亮枪 手里的酒甩了一地 不是把世界上有之要巧的事吗 大脑CPU干烧的同时 人群突然躁动起来 周围一片寂静 刚才还一起八卦的兄弟 此刻瞪大眼睛 一动不敢动 怎么了 我僵硬的回头 对上脸色铁青的柳如烟 他步步逼紧 咬牙切齿 只向一旁站着的我妈和我爸 病重的妈 去世的爸 世界那么大 要去看看 我连连后退 善笑着白手 这位姑娘 你认错人了姑娘 柳如烟冷笑 你平时也摸姑娘的山峰 场面一度失控 人群怯怯思语 刚刚的八卦哥脸都下摆了 爸妈走过来 脸色不太好看 柳总小达不懂事 哪里冲撞了您 我们给您道歉 我紧紧抓着柳如烟的衣袖 朝他微微摇头 爸妈要是知道 我敢包养柳家的人 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但柳如烟心高气傲 被我这么耍了一头 不会轻易放了我 我想了108种 在众人面前 被他羞辱的难堪场面 没忍住红了眼 对上我委屈哀求的泪眼 柳如烟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衣袖下的大手 反扣住我手腕 让人心安的温度传来 他朝着我爸妈 微低下头 叔叔阿姨 是我该给你们道歉 未经允许 擅自追求你们的儿子 把他吓跑了 都是我的故事 我双眼微睁 看着刚刚还酝怒的女人 放下身段 为了保护我的尊严 将我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爸妈的表情明显转好 拍拍柳如烟的肩膀 说的哪里话 是那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 被柳总追求可是天大的荣幸 回头我们替你教训他 三人其乐融融地交谈起来 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全无 只是在晚宴过后 回家的车上 我还是挨了重重一巴掌 孽子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毁了我们家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知道吗 那个被包养的就是你爸 母亲扯着头发发狂 父亲在一旁 和他刚包的女人调情 行了能和柳家攀上关系 可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小达也算为家族做贡献了 父亲开着跑车高调离去 母亲狠狠瞪我一眼 你爸又包了一个 指不定哪天就又搞出来一个私生子 你争点气 别让妈妈的努力付诸东柳 少和那个柳如烟接触 那样的人物 对你也就只是完案 被他甩了 你在圈里的名声就臭了 听话按照原定的计划 和马家公主联姻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爸从我小时候开始就频繁出轨 我已经见怪不惯 把柳搞出来个同父异母的不省心弟弟 这也是我认为豪门圈 玩不起爱情的原因 当温软相遇全都触手可及 有几个男人能把持住 做到绝对忠诚 两人分道扬镳 各自离取 柳我一个人贪坐在走廊 我缩成一团 像只受伤的鸵鸟 将头塞进膝盖 臂弯再次抬头 一双高跟鞋出现在面前 柳如烟一身酒气 眼神在微弱的烛光下忽明忽暗 她似乎是想质问 想发泄 想冷嘲热否 双唇微颤 最后却吐出来一句 谁打的 等再次恢复意识 是在柳如烟的车里 我缩在她怀里 肩上披着她的西装外套 泪水忽了她满胸膛 我还在止不住抽烟 柳如烟还是那副冷冷的样子 看样子还没消气 手却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还将蜂蜜水一点点喂进我嘴里 火辣辣的脸颊冰冰凉凉 是柳如烟在用棉签轻轻涂药 爱上她捏捏我的另一侧脸颊 恨铁不成当事 都不知道躲了吗 她从来都是这么有耐心 回想起我那十年少亲口 去酒吧跳舞 喝醉了发酒疯 不甘心地给柳如烟打电话 她也是这样 一步步背着我回家 生气了又强压下去 众目睽睽之下蹲下去 把我扶到她身边 到了别墅 我故意将衣服散开 露出了八块腹肌 面对我刻意地勾引 她神色渐深 最后却也只是照顾我到半夜 就独自离开了 我实在是看不透柳如烟的想法 都说爱一个人就是尊重 保护 将对方视为珍宝 可我真的值得吗 圈里怎么就偏偏出了 她这么一个情重 不会是真的不行吧 思绪混乱 我的手不安分地探进她的衣服里 柳如烟呼吸明显加重了一下 迅速攥紧我手腕 都这样了还想着 真是死性不改 话放得轻飘飘 眼神却像狼一样 死死盯着我 处处彰显着刚刚的隐忍克制 实则是在装蒜 她须搂住我结实的腰 复身下去翻翻找找 最后拿了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 贴在我额前 我脑海终于渐渐清明 回想起母亲的嘱咐 她对你只是玩玩 不要当真 远离为妙 远离远离 我慢吞吞整理起衣服 迷离呼呼想爬到副驾驶去 却被握住脚踝 拖回到她怀里 恩分点 你发烧了 柳如烟把退烧贴 仔仔细细贴回去 又拿了毛毯将我裹住 还有 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她怒气未消 将我裹了一圈又一圈 我跟个安纯似的缩进去 眼神飘忽 我装穷骗你包养我 实则是贪图你的美色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柳如烟慢慢扒开我的毯子 捏住我下巴 你就是这样认错的 那我给你磕一个 我挺直身吧 真想面对面给她磕一个 却一时间忘了自己 还窝在对方腿上 刚转了一下身子 膝盖就出到一块硬处 滚烫僵硬 这也不像是不行了 柳如烟撕了一声 瞪我一眼 认错就能被原谅 当我是冤大头 就像你说的 我花了钱 什么也得不到 多吃亏 认错就要有认错的态度 先把我应得的还给我 我真想给当时的我一厨子 柳如烟煽风剧烈起伏 应该是顺势一起 自己傻傻被骗的全过程 神色逐渐加深 力道越来越重 阿东梅也是你的人吧 我还真是傻得彻底 看来不知我一个 你还真是万花丛中国 片叶不沾身了 柳如烟咬牙切齿 加快了动作 无视我吃痛的声音 他竟止解开我胸前的扣子 看着我身陷器中 是不是很得意 一经被向上掀 柳如烟似乎要来真的 原本心心念念的事情 此刻却让我眼睛干涩 明明这就是自己想要的 为什么心里突然这么难受 我发烧了 我努力向外推他的手 却丝毫都一不动 柳如烟冷笑一声 你生病 关我什么事 你也知道的 拿了钱就应该承受这些 背包就应该有契约精神 他眼神默然 凶得吓人 让我彻底慌了神 早该知道的 柳如烟这人记仇 大概会疯狂报复背叛他的人 接下来会怎样 看这架势 是想把我当奴隶使唤 自己的架势和他差了十万八千里 似乎也只有被动接受羞辱的份 没事 本就是我一开始看上他 我也不吃亏 可这样想着 被他紧紧咕住腰的 我还是没忍住落了泪 疼也不知道在委屈什么 这明明都是自己应得的 冰冷的泪水滴在他纤细的手臂上 柳如烟僵了一下 他停了动作 沉沉盯了我一会儿 最后脑袋埋在我颈间 无奈叹气 我真是 他眼神依旧锐利 但早已不自觉软化了一款 别想着耍花招 以后你有的是苦头吃 被拉起来塞在副驾驶 昏昏沉沉中 鹅脚好像被人亲了一下 隐忍又克制 本来也没想把你怎么样 还是那么不惊吓 被骗成这样 却还是舍不得 让我该说什么好 冥冥中得知柳如烟 态度的我嘻嘻鼻子 狂跳的心缓缓收紧 真是在做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柳如烟大概不会折磨得我特别惨 但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接下来要做的 只有顺从他的意思 在他玩腻了之后 再顺势跑路 反正不能陷进去 我们家 可没那个资本惹柳家 这样警告着自己 眼神却还是忍不住瞟向一侧 分别几个月 柳如烟变化巨大 生人物尽的气场更浓 冷冽又凉薄 月光透过白色的长裙 若隐若现映出白皙的皮肤 金城之花 当真不须此名 车子缓缓启动 窗外车水马龙 他眼下的乌黑更显疲惫 刺得我心头一颤 八卦哥说他不眠不休 找了几天几夜 担心我没钱 担心我没地方住 担心我遇见坏人 最后却在宴会上 看见我举着酒杯 嘲讽他是恋爱脑 失望 愤怒 委屈激到一处 竟然还能压住性子 送我回家 我这样看着他 不知看了多久 眼前突然被他温热柔软的手心挡住 别看了 柳如烟像是忍耐了许久 这么入泥 是又想求我包你 他语气淡淡 握着方向盘的手却渐渐收紧 似乎在等着我的一个答案 我缩缩头 不敢不敢 又是要我履行被包养的义务 又是让我场景重现的 仿佛在伺候祖宗 看来被气得不轻 但转眼一看现在的情况 又明明是我被当成祖宗共产 柳如烟轻壳一声 后知后觉 晚尊式的冷下表情 你就暂时住在这里 我先走了 非常霸足 非常有冷漠无情的包养感 这样也好 省得互相折磨 等他报复够了 也就是时候走了 但让我不解释 柳如烟怎么光说不动 我疑惑地看着刚刚放下狠话的人 僵在原地 似乎在等着什么 等着什么呢 难道是让我留他 可一个合格的小田狗 不就应该有分寸感的目送对方离去吗 我俩大眼瞪小眼 扮上 他柔柔太阳雪 唇线敏植 看上去有些火大 我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去给我换一件 这是要开始行使金主权利了 我顺从地点点头 下床往衣柜那边走 可身体过于虚弱 没走几步就开始摇摇晃晃 即将撑不住时 被身后及时伸出的臂弯孤柱 柳如烟的眼神像是有些心疼 语气却机翘 装可怜给谁看 以为我会上当 他叹了叹我额头的温度 把我拉回床上 行了衣服我来拿 你给我穿总行了吧 金主亲自去衣柜选衣服 只给我留了个倔强的背影 过了好一会 一件外套扔过来 看他的动作 一开始应该是想甩在我脸上 但又咬咬牙走过来 轻飘飘放在我脚下 这姐就连眼孽恋 都是如此不专业 但我也没什么力气好 不就是给他穿件外套吗 我主动伸手拉住衣领 把他拽下来 呼吸静在咫尺 温度瞬间升高 真是奇怪 我也开始越来越热 柳如烟的脸越来越红 满头大汗 最后将我一推 表情狼狈 有事打我助理电话 我先走了 他跌跌撞撞走出别墅 逃也适的离开了 真是难以捉摸的金主 我一头倒在床上 思绪随着温度升高 逐渐混乱 眼前的画面 一会儿是大学时柳如烟冷淡 却羞涩的表情 一会儿是刚才他失忆愤怒的面容 我想起柳如烟在毕业前夕 拿着那条钥匙链 嘴角翘起前铁的弧度 说他第一次见我 不是在我抱着大腿 求包养的时候 而是在一场校运会上 我短跑过程中 意外掉了一串钥匙链 上面是一串真学语路 往日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柳如烟把玩着那条链子 银色的光辉在他脸上明灭可见 你说求我包养 有一个原因是喜欢我 其实我同意 也有一个相同的原因 他笑得温柔暧昧 我的小心脏忍不住砰砰跳 然而第二天我就跑路了 但现在想来 真的是因为自己不想继续玩了吗 还是 面对他汹涌到已经藏不住的爱意 我慌乱无措了呢 身体越来越冷 场景在脑海中颠三倒四 眼前又出现父亲偷情时的画面 他把年幼的我推进父亲的偷情现场 父亲一脸惊恐地提起裤子 母亲默然而病态 废物垃圾 可怜的东西 在他们面前 我从来不是人 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是一个属于他们的东西 附属品 所有物 自己一辈子都在找寻一份坚定的爱意 可只得到妈妈的嘱托 争点气 别辜负我这么多年的姻缘 别惹柳家 老老实实去联姻 就当妈妈求你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 剧烈颤抖 就连王妈什么时候进门 把包的汤位给我 我都浑然未决 我推开汤勺 胡乱摸着床侧 终于摸到手机 我迫不及待地拨通柳如烟 刚留下的助理的号码 本想着给大忙人打电话 可能会排队 没想到是秒接 接通的速度 似乎是长时间蹲守手机的结果 对面轻喘几声 停住呼吸 你好 我找柳如烟 那头一阵稀稀疏疏 电话好像被塞给了另一个人 一个陌生的男生慌慌张张 啊我是柳如烟的助理 柳总一直抢着我的手机不放 啊不是 柳总他在忙 我一是混沌 轻轻嘻喃道 你告诉他 报复我吧 我什么都接受 只是一切都结束后 能放我离开吗 我还要去和马家联姻 对面的声音压抑低沉 你敢 我听见刚笔被掰断的声音 助理在慌乱的劝讲 柳如烟咬牙切齿 报复才刚刚开始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放你离开 别做梦了 他喘着粗气 压抑着细微的哭腔 一阵闷响 手机似乎被扔在地上 助理的声音随之传来 纪少爷 柳总都已经准备好忘记所有 重新开始了 只要您说一句话 他就会立马回头 您为什么 没听完他接下来的话 我终于支撑不住 彻底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是在柳如烟的怀里 相似的场景 相同的体位 他小心翼翼地为我擦干额头的汗 在嘴对嘴将要渡过来 苦涩在双唇之间蔓延 我推开他丰满的胸膛 不小心又摸了山峰 柳如烟一脸无语 扶开我控制不住乱摸的手 看来已经好了 确实经过他没日没夜的照顾后 我现在神清气爽 当时柳如烟几乎是冲进卧室 据助理所说 他在路上多次超速 被开了好几张罚单 刚刚叫嚣着报复 才刚刚开始的人 很快就再次认了书 想起自己发烧时的大方厥词 我也正色起来 来吧 报复我吧 钱都还你了 接下来就是我以前做的事 我把衣服一嫌 来 你也摸我腹肌 柳如烟看着我的小肚子 沉默了 我直接把他的手扯过来 按到上面 他下意识往回缩 咬咬牙又探过去 好解释 很好 硬 甚至还捏了一下 又想走又勾引我 你是想把我逼疯 柳如烟闭上双眼 语气无奈 报复不是你来要求我 应该是我要求你 再睁开眼 他又恢复成清冷疏离的样子 过来吻我 这算是什么报复 他明锦双唇 表情不耐 你费尽心思离开 想必早已厌倦我了 吻你最讨厌的人 也算是一种报复 逻辑虽对 但总是有些怪怪的 不过我也没有反抗的能力 于是凑近攀上他肩膀 蜻蜓点水的一吻 刚想抽身 又被一只小手按住后脑勺 继续轻拙 手指被反复骂撒 呼吸若即若离 心了一会儿 他突然将我推开 炉子躺下去 让我猜猜 你坚持要联姻的原因 柳如烟半张脸埋在柔软的床垫上 留下一只幽深似身弹的眼睛 晚宴后被你妈打了一巴掌 是他让你离开我 柳家明明比马家有权势 他这样 是怕我只是玩玩 败坏你名声 不愧是柳如烟 冷静下来就能迅速想通事情本末 他伸出一只手来牵我 神色软下来 你权衡利弊 认为去联姻的胜算较大 能保住几家 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我能把几家从你那个废物弟弟手里抢回来 全部给你 你能不能再权衡一下利弊 选择我 心脏剧烈跳动了一下 柳如烟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告诉我 他要为了我 参与几家的内斗 可我不想 我摸向脸颊一侧 恍然间发觉 原本刺痛的触感早已被他抹得要抚平 一直小心翼翼按照母亲的准则执行生活 可这一瞬间 我突然放松下来 看向强装镇定的柳如烟 脸紧紧绷着 手无意识地抓紧被单 眼神忐忑 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假如我在众人面前故意激怒柳如烟 以他的性格 一定会让我付出代价 如果母亲看见这一幕 就会明白过来 柳如烟的纠缠永远不会结束 我将永远被他禁锢在身边 承受他的抱负 那么 母亲会不会选择放弃我这颗妻子 毕竟他也一直在找寻其他人选 做他的夺权工具 我俯向柳如烟的侧脸 他看起来快被折磨疯了 眼眶红了一圈 一滴冰冷的眼泪流进手间 心冷的月亮抬眼看向我 心我亲亲我 我附身亲他 在他耳旁轻轻嘻喃 抱歉 明天是我弟弟的继承仪式 我会当场宣布婚妻 我不值得 就不耽误刘总了 父亲宣读完弟弟的继承资格后 全场掌声雷动 我妈把手绢钻成一团 手指不住的抖 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她狠掐自己手臂 迅速冷静下来 摁推我一把 去上去宣布婚约 我待在原地 马东梅拍了拍我 眼神适宜 没错 昨天我才得知 自己的联姻对象 正是曾经的冤家马东梅 平日里第二锒铛 正是场合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她拽着我手臂 静止上台拿起麦克风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未来老公 不正经的调调 瞬间逗笑一片冰客 母亲脸色冷下来 我知道是时候了 马东梅也对了我一下 朝前掳努嘴 人来了 柳如烟前呼后拥 姗姗来迟 脸色阴沉 冷得能动起一层冰 你在说什么鬼话 有刘总 马东梅变本加厉 揽过我肩膀 您是来贺喜的吧 随便坐呀 柳如烟死死盯着我 脸色苍白 我心虚的紧 昨晚才和马东梅串通好这出戏 不会演砸了吧 快要暴怒羞辱我 践踏我 骂我朝三暮四 见义思迁 母亲最害怕的一幕 就是我在圈子里名声不在 可柳如烟钻井双全 说出的话识破天惊 我是来抢婚的 你亲手把她推到我身边 现在又填不知耻说爱她 她又把眼光转向我 心痛又委屈 就是因为她 你一而在 二而三地抛弃我 我绝不允许你嫁给她 全场都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马东梅表情疑惑 压低声音 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 这姐们不会是恋爱脑吧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东梅挑挑眉 似乎发现了好玩的事情 她懒洋洋往那一处 故意贴近我 我俩可是未婚夫妇 怎么你要当三 马东梅父母瞪大双眼 脸色铁青 这小丫头 怎么跟刘总说话呢 他们点头哈腰 连连道歉 她不是那个意思 您大人有大量 而马东梅站在台上 还是一脸魂不立 全场安静如鸡 气氛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柳如烟的火 我几乎要从眼睛里喷出来 一张嘴却让我 差点跌了个大跟头 不被爱的才是三 疯了真是疯了 马东梅笑的 整个身体都在动 哈哈哈哈 我伸手狠狠对了她一下 她捂着肚子几乎要吐息 可在柳如烟的眼里 这就成了打情骂俏 她大不留心地走上台 而我扯到身旁 眼神苦涩又执着 看上去快要碎了 我再放你一马 跟我走 马东梅笑的腿都软了 趴下去猛拍地板 她装穷片 你放她一马 她跑路联姻 你放她一马 她演戏利用 你要放她一马 你到底是来抢婚的 还是来放马的 柳如烟的脸色沉下来 力气逐渐收紧 演戏利用 什么意思 她的抓重点能力 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下面的人窃窃私语 似乎听懂了 柳如烟的眼神也渐渐清明 明白过来 此情此己 不过是我做的一场戏 但她的态度 早已经将局势扭转成 我的预料之外 父亲全音不语 眼神在我和弟弟之间 来回徘徊 她在权衡利弊 定夺最终的继承员 母亲面露喜色 明白柳如烟 已经被我完全牵制 夺权有望 柳如烟紧紧攥着我的手 带着促进的表情放松下来 最终父亲挂上一张假笑的脸 曹我走来 哎呀刘总 您早说吗 和马家的联姻 是他妈擅自决定的 我也是才知道 两个孩子昨天才刚见面 哪有什么感情基础 还是把小达托付 给你这样美丽漂亮爱人 我才放心 柳如烟紧簇眉头 没像上次一样给予尊重 说话也是毫不客气 用不着你们同意 她眼皮一闲 嘴角翘起一个凉薄的弧度 一个出轨 一个家暴 这样的人 不配做她的父母 父亲嘴角抽动 没说什么 母亲笑得脸都僵了 像是没听见 他们常常说我是废物 垃圾 是没人要的可怜东西 如今我把股权证明 拍到他们脸上 妈你真是傻得可怕 她早在继承仪式前 就把股权给了她儿子 但我找到我弟 递上了他这些年 所有违法乱纪的证明 强奸抢劫 甚至和毒品产生牵连 而这一切 竟都是父亲间接引导的 他被迫低头 将股权全部转移给我 求我不要举报他 但我早已不是那个软弱可欺的人了 警笛声响起 我弟被拷走 父母颤抖着捡起那份证明 上面显示 我现在是既是最大的股东 父亲总想着要大权在握 引导私生子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做他的傀儡 母亲也从没想过把股权交给我 做着自己独揽大权的美梦 而现在 一切都已成定局 我们欢聚一堂 我们喜气洋洋 一家人走到如今这步 当真是荒唐可笑 我笑得嘲讽 今天这场戏 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在完全逃离你们的掌控后 再宣布这件事 现在看来 没必要了 他们双唇颤抖 最终狠狠跌倒在地板上 亲情的游戏 从来没有所谓的赢家 身体微微颤抖 勉强稳住身形 被柳如烟长臂一览 亮腔着跌进宝石节 坐在后座 我渐渐回神 自己又欺骗利用了他一次 我的性格执拗而扭曲 反复折磨彼此 确认爱意和忠诚 直到双方都崩溃 不这样 我不敢确定对方真的爱我 可折磨过后 迎来的就是清醒的溃谈 没人能受得了我这样一个疯子 认清我是怎样一个人后 他或许连气都懒得声 直接远离为妙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道歉和解释 才让他不至于恨我 话在嘴边绕了一圈 我试探性开口 却被他先截住了话头 对不起 我惊恶地看着柳如烟 他轻轻颤抖着 看上去像是被我欺负哭了 我不理解 怎样的一个人 在经历我的欺瞒 背叛和利用后 第一句话竟然是道歉 他剔透的双眸染上红 晃动着 摇摇欲坠 心疼后悔 偏偏没有一点愤怒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面对柳如烟 自己总有一种强烈的想要逃离的冲动 一只没有安全感的飞鸟 突然遇到了有归属感的港湾 即使港湾就在那里 坚定而沉稳 他也怀疑不解 害怕他会突然离开自己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话 爱是长觉亏欠 下一秒 我被狠狠拉进一个温热结实的怀抱 柳如烟的声音响在我耳侧 低沉颤抖 对不起 他说我来晚了 京城之花 可远观而不可卸完烟 可我实在是忍不住 也不想忍 轻身实践 柳如烟没有不行 几吨重的车差点被咬散架 谁还敢说他不行 事后 柳如烟眼尾烟红 意识分不清到底是谁欺负谁 他趴在我肩上 轻轻喘气 你得负责 怎么负责 他深深看我一眼 我要名分 柳如烟黏黏呼呼 半赏又压上来缠着我要名分 于是几天后 我们结婚了 婚礼由柳如烟全程操办 我没花一点力气 都说结婚最累的是新郎 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控 可到了我这儿 累成狗的成了新娘 我想插手 却被他拦住 你一累 别再又跑路了 我也舍不得看你忙前忙后 还是我来吧 但我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确认起宾客名单来 看着看着 有些不对劲 怎么没有马东梅 我去问柳如烟 他名仅存 没什么表情 太忙 忘了 你想请就请吧 我有点忐忑 不会还在吃醋 生气吧 他笑一笑 我没有那么小气 结果 婚礼当天 马东梅指着他的位置 咬牙切齿 你老婆把座位 给我安排在房间外里 走廊厕所旁边 你怎么看 我还能怎么看 我让他上个厕所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马上就到了上台的时候 婚礼没请我父母 也没请他父母 据说他爸妈正在国外游玩 听说我们结婚的消息 当场在国外又结了一次 现场只有一些 真心祝贺的朋友 也没有烂俗的环节 没有父亲将女儿交给新郎 念叨着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没有娘家哭哭啼啼 出家笑的开怀的场面 反而在我轻轻拍后背 转过身后 他先掉了眼泪 肆意说着一些场面话 我笑意盈盈地吻上他 柳如烟这朵京城之花 最后还是被我摘了下来 亲吻过后 他依依不舍地抵着我额头 爱意汹涌而克制 我想起自己跑路前 柳如烟拿着钥匙练 对我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往日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己伯答 你的福气在后头 婚礼才刚结束 柳如烟就发烧了 仔细回想了一下 应该是我传染的 所以你为什么非要嘴对嘴为我要 他捏捏太阳血 用勺子为你不肯喝 药汤都躺出来了 所以我就 我叹了口气 生命搬手在床头照顾 生病的他苍白脆弱 一整个病美人的姿态 清冷静愈的气质不在 乖乖喝药的样子像得年夏 只是晚上 温度好像又升上来 柳如烟迷迷糊糊地抱住我的腰 脑袋埋进一侧 好冷 我连忙起身喂药 他却避紧牙关 汤汁不住地沿着嘴角流下 咬咬牙 我猛喝一口药 灌进他嘴里 背面柔软滑润的舌头 却趁机滑进了 柳如烟扣住我后脑勺 笑得得意 是你说的 要法式舌吻 爱好好的京城之花 最后被我完成了 会撒娇的狐狸